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周深洗泥巴40分钟是一种超越音乐的独特体验 周深透露自己曾经洗泥巴洗了40分钟 这则小新闻引发了粉丝们的好奇和关注 在追问下,周深表示他一边洗泥巴一边稀释泥巴 以免堵住下水道 这个场景很有画面感 让人回忆起小学时的美术课 我们在课堂上用泥巴捏出小动物、小花草 然后用手指在上面刻画出细节 而周深洗泥巴则是一种更艰辛的体验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还要防止堵住下水道 可谓是一项非常考验人的技能 对于周深来说 这种体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作为一位音乐人 周深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排练、录制和巡演 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也会寻找一些独特的体验来放松自己 洗泥巴就是其中之一 洗泥巴这项活动可能不是非常普及 但它能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 当我们用手指在泥巴上刻画时 能够感受到泥巴的柔软和质感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心情在慢慢的平静下来 这种纯粹的感受和体验 或许比任何物质上的享受都更为珍贵 洗泥巴需要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 更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 在洗泥巴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用心感受每一个动作和变化 这种细致入微的态度 也是周深在音乐创作中所追求的 周深的音乐作品追求的是纯粹和真实 他不断地寻找灵感 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正是这种追求纯粹的态度 让他在音乐领域获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和认可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经常会感到焦虑和疲惫 而洗泥巴这种活动 则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方式 它能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中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 同时洗泥巴也需要我们保持一种细致入微的态度 这种态度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总的来说 周深洗泥巴洗了40分钟的小新闻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音乐人不同以往的一面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寻找到了一种放松和享受生活的方式 而洗泥巴这个活动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细节 让我们更加珍惜和感恩身边的一切 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活动 用心感受每一个细节 放松自己的身心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平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